大家好,我是小菜花,今天和大家分享冬瓜加鸡蛋非常好吃的做法 天气热可多吃冬瓜,能清热解暑,除反止咳 一块冬瓜切成两半,更好的去皮 把冬瓜皮都去掉 再把冬瓜的羊切掉 接着把冬瓜切成薄片 然后把冬瓜片切成冬瓜丝 把切好的冬瓜丝放到大碗里 紧接着在冬瓜丝里放入两小勺盐 再把它们捉匀 放一边把冬瓜腌制出水 冬瓜在腌制的时候切一点蒜末 装起,大碗用 再切两三个小米辣椒,不爱吃辣的可换成甜红椒 线椒一两个切成小圈 切好的线椒和小米辣椒装一起,大碗用 西红柿椒和小米辣椒 西红柿一个,把西红柿切成片 切到底,不要切断 然后再转过来,十字切,不要切断 再把西红柿切成丁 这样切比较均匀 切得更快 把切好的西红柿丁放小碗里,大碗用 葱两根,把葱白切下来 把葱白和蒜末放一起 葱叶切成葱花,放在案板上,大碗用 接着拿了一个小碗 在小碗里打入三四个鸡蛋 在鸡蛋里滴入几滴醋去腥 再把鸡蛋打散打匀 大碍用 冻瓜丝已经腌制出血 把冻瓜丝里的水尽量的挤出来 冻瓜丝里的水都挤掉后 把冻瓜丝放回大碗里 接着在冻瓜丝里放少许盐 再放入些胡椒粉 然后把打匀的蛋液倒到冻瓜丝里 再放入大概两三勺的玉米淀粉 再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带用 拿了一个小碗调个料汁 倒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倒入半碗清水 一勺糖 搅拌均匀 备用 热锅下油 把拌匀的鸡蛋冻瓜丝倒入锅中 中小火把冻瓜鸡蛋煎至定型 煎至定型后装盘 装好盘后 把盘子倒扣回锅里 借助盘子给冻瓜鸡蛋翻面 翻好面后 把冻瓜鸡蛋饼煎至金黄 冻瓜鸡蛋煎至两面金黄后装盘 大用 另起锅 热锅下油放进蒜和葱白 扁出香味 接着把切好的西红柿丁倒进来 不停翻炒 把西红柿翻炒出汁水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翻拌均匀后 把煎好的冻瓜鸡蛋放入锅中 让冻瓜鸡蛋都浸泡到汁水里 接着把切好的小米辣椒和线椒 均匀的放到冻瓜鸡蛋饼上 然后盖上锅盖 小火煮三分钟入味 三分钟后打开锅盖 大火收一下汁 煮入味 收好汁 就可以关火 出锅 装盘 装好盘 上桌前撒上葱花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和冻瓜很香 口感也非常的嫩滑 今天香滑开胃 好吃解馋又下饭的冻瓜鸡蛋 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